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直接出海或许能更身利其境 把海灣城市一眼看盡 欣賞西雅圖風情 你也可以選擇搭乘阿格西游船 可以看到在我後方 除了太空真塔 還有地標性建築 甚至是一些郵輪 仿佛走進明信片場景 波蘭丸壯壯麗景色 隱身在派克市場內的小巷弄 也吸引各國遊客打卡朝聖 只見著面牆 年滿五彩繽紛口香糖 震撼視覺跟嗅覺 我想他應該是把一些 這個Marketing的東西還有人文的東西 結合得滿好的 就是說雖然它是一個很有歷史的地方 不過會讓你覺得 它還是加了很多很活潑的元素在裡面 旅客玩累想先回休息 星巴克咖啡創始店 不用買一送一 外頭就大排長龍 想喝上一杯飲料 三十分鐘起跳 大老遠來到美國 怎麼能只造訪一個城市 可以看到我現在搭乘的 就是美國西部的海岸列車 透過全景觀的玻璃設計 就可以一路欣賞天原美景 海岸新光號 最被從西雅圖沿途經過 波特蘭 聖塔巴巴拉 最南到洛杉磯 總共二十八個站點 每天各往返一個班次 環美不想砸錢坐飛機 搭火車 經濟又實惠 從西雅圖到波特蘭 四個小時 票價二十到四十五美金不等 大約台幣六百到一千多 價格和機票一樣 彩服動性 車內還能點用餐飲 彷彿移動式小餐館 抵達波特蘭 其實這裡和台灣 有一層緊密關係 去年兩國代表 才在多達六百種 玫瑰花實驗園中 種下象徵 兩世締結 三十五年友誼玫瑰 最終站 不妨探索玫瑰花海 為旅程劃下完美句點 進行的女朋友朋友一周采訪報導 到